各位兄弟姐妹们大家早安 天气渐渐凉了 我们要多穿一点衣服 今天早上我们要读的经文 记载在耶利米书52章12到23节 那我们一起来读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19年5月初十日 在巴比伦王面前 是立的副位长尼布撒拉荡 进入耶路撒冷 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 和王宫 用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 就是各大富家的房屋 跟从护卫长迦勒底的全军 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 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荡 将民中最穷的 和城中所剩下的百姓 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 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入去了 但护卫长尼布撒拉荡 留下先民中最穷的 是他们修理葡萄园 耀华店的童柱 并点中的盆坐和铜海 迦勒底人都打碎了 将那铜运到巴比伦去了 又带去锅 铲子 腊捡 盘子 条根 并所用的一切铜器 杯 火顶 碗 横 灯台 条根 绝 无论金的 银的 护卫长也都带去了 所罗门为耶和华店 所造的两根铜柱 一个铜海 并坐下的十二只铜牛 这一切的铜 多得无法可称 这一根柱子高十八寸 厚四指 是空的 为十二轴 柱上有铜顶 高五寸 铜顶的周围 有网子和石流 都是铜的 那一根柱子照此一样 也有石流 柱子四面 有九十六个石流 在网子周围 共有一百石流 愿神祝福他的话 耶利米五十二章 讲到的是一个历史的记载 并且诉说的非常的细致 描述巴比伦的围困 即攻陷耶路撒冷的情况 耶路撒冷陷落的记录 所以是一个历史的记载 提及提到的是最穷的人也被掳走了 那些穷人呢 却被留下耕种田地 里面讲到的圣殿也被掳掠了 并且用火焚烧 耶和华的殿和王宫 所以在这里记载的就是圣殿中的许多的器物 都被掳去了 是用金啊 银啊 铜所做的 想当年呢 所罗门王花多少的心思 用多少的金银铜所做 所建造的圣殿啊 器具啊 你知道当时大家过着 非常的荣华富贵的日子 想不到一路走来 只因为不听上帝的话 背弃了神 国家就沦陷了 家园也被焚烧 百姓沦落到做奴仆 圣殿就被毁了 这些事到底在教导我们什么呢 当我们过好日子的时候 千万不要骄傲 以为是靠自己的能力啊 我们自己的聪明得来的一切啊 我们别忘记哦 这一切的赏识都是从神而来的 都是神给的 没有任何人可以骄傲的 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以外 所以我们要谦卑的跟随主 主必赐福给相信他的人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上的父神 我们来到你师恩的宝座前 我们相信我们所有的一切 都是来自神的 也是神来祝福我们的 所以当我们拥有荣华 富贵的时候 更是要谦卑来跟随主 求主的圣灵来引导 帮助我们众人 能够走在神的道路上 这样的话 上帝的事福要更多给我们每一个人 将平安示给我们 感谢主的恩惠 这样的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 Amen 哈利路亚 感谢主 一天的开始 求将 求主将平安示福给我们 下次见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